乌尔战争爆发至今已经第九天 发生在战场上的惨烈状况 是让人看得非常痛心 南韩艺人除了有李英爱 捐款一亿含还援助乌克兰之外 宋城县 崔始源 Red Velvet Yelly 和主持人蒲瑟奇 都曾发文盼望停止战争 而最近回归的B2B 也加入了深渊行列 B2B全员退伍后 推出了睽違四年的全新战机BeTogether 三日他们登上音乐节目演唱主打歌 主唱唱谢在唱完最后一句之后 透过麦克风凝重地说了一句 No World 虽然只有短短一句 却表达出希望世界和平的期盼 之后这段也被南韩网友 剪下来上传讨论真的太帅了 在舞台上真心说出No World 真的了不起 真男人很替他骄傲 最后他们也拿下当天的鱼尾 粉丝都很是开心 也超级感动自己没有爱错人啊